Hey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Is it the look in your eyes, or is it this dancing juice Who cares baby, I think I wanna marry you 首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一号女嘉宾 清晨起来,感受第一缕阳光 画一个精致的妆 喝一杯喜欢的咖啡 听着歌,走在人来人往街上 常常会幻想,有一个人牵起我的手,与我分享一首 你相信一件钟情吗,我信,所以我来了 梦琳朗角提问,喜欢什么样的男生 喜欢会唱,会说话好听的男生 口头禅是什么 随便,无所谓 觉得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是什么 自卑 恭喜梦琳顺利过关,欢迎梦琳 自我介绍一下,自我介绍一下 哈喽,大家好,我叫李梦琳,你们也可以喊我仙女 琳,我今年23岁,来自天津,我的爱情宣言是 爱情不需要宣言 特别好 你天津男生意见啊,来,我想听谁说说话 啊 13号吧,因为 啊啊 13号 嗯 李梦琳你好,我 你叫李梦琳,我知道,你好 没有,我就说,你之前看过《非诚勿扰》吗 啊,看过 你有看过我吗 有 有吧,应该有看到我 你,我觉得你应该看到我的名字 应该会引起你的注意吧 对 特别引起我的注意 你是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对吧 我就,我就觉得,我就觉得 挺,挺好 挺,挺好,然后呢 挺,挺好,干啥 哎,有点紧张,就是说,我觉得挺像的 你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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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爱情宣言 就是,爱情宣言就没有宣言 我,我就是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嘛 啊,你说一见钟情,我也觉得一见钟情挺好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 很好看,挺漂亮 谢谢 谢谢 是不是心底下有很多人,说你长得像杨蜜 确实是,可是我 哎,声音也有点像哎 有吗 就是,没有,没有,不是说真的像 就那个,说话的那个状态跟感觉 我不配 我觉得杨蜜太优秀了 我,怎么可以 我们看看你心动不心动 好吧,上前两步 apologized 都没令我 都没见 嗯 他球acha 也下轻 他真� 他 个人 我的天 接下來來選擇一下你的不心動 啊我的不心動 是 14號 14號 因為我不太喜歡 14號這個數字 啊這個 那還好還好 接下來我們來通過關鍵詞了解一下女嘉賓 別問 小哥哥再是再次出發不容易 可以選擇幾首男生向你提問 我好 我想問那個別問你會不會叫我別問 我都上面寫著不要問了 這個別問其實 就是搞得我的人生還挺挺挺難受的 因為我有兩兩段特別不好的感情 我的第一段 就是我們兩個已經分手了 他打電話給我說 他說那個小玲玲 我這兒有急事要急用錢 能不能想把手頭裡的錢和車都押給我 然後當時就是他跟我哭嘛 其實當時我就心裡就軟下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分手很長一段時間了 然後我就把錢打給他 之後就沒有之後了 就我的錢也沒有了 之後就沒有之後了 然後第二段感情是 他居然就是他們家裡人調查我們家 然後 而且他還看我的銀行卡約額 然後我最接受不了的是 他們兩個共同 給我戴上了一個 挺特別的綠色皇冠 就是我用真心我對他們了 然後我沒有看到 他們沒有 我沒有看到回報 因為我一直在付出 然後我並沒有回報 然後搞得我心情就 前幾個月就是心情就落到低谷 基本上就是 就是我的體重支線下降 然後到70 73斤 那就送你一句話吧 我打電話給你沒有強力 你這句話可能需要跟他說的 要不要再清楚一點 我方翻一下 就是那些沒有把你計法的 只能會讓你更加強大 是這個意思 大概是這個意思嗎 請問他剛剛說的是 對 所以我來了 所以我正在這裡 是 尹康好懂你哦 他不僅立刻就懂了那個中式英文 然後還懂了 我懂的是他 我懂的是他 這個男朋友談了多久時間了 一年 另外一個是三年吧 不到三年 時間很長 倒是還好 因為他如果時間很短的話 我真的懷疑你是不是遭遇仙人跳了 對 所以我身邊的朋友都說我 就是沒頭腦 無智商 那就這樣問 就是你當時愛上這兩個人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對我好 他們對我超級好 就是我的第一任啊 我早上起來六點鐘要去上學 他四五點鐘起來 然後給我切水果 然後給我送到我們學校門口 反正就是特別非常 對我特別的好 然後我的第二任就是 他說過一句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小林林 這輩子可能 就是 你的父母 可能有一天 會離開你 你弟弟有一天 可能也會離開你 但是我 我肯定是那個 不會離開你的那個人 他這句話跟我說了 三四遍 我全都信了 結果在你困難的時候 轉身就離開了 對 然後 然後我自己一個人 我都覺得那段時間 我好像是神經病 我真的覺得自己是神經病 因為我 就是不吃飯 不睡覺 因為首先一個 我覺得我對不起我家裡人 我還不聽話 然後我覺得我遇到真愛了 然後他轉身他就走了 加油加油 哭了 哭的那瞬間我特別欣賞 我只有一種 特別想保護他的一種願望 你 想以為是你 來來來 頒獎的紫禁來了 過吧 哈哈 啊 當然可能在你這個階段或這個年紀 要真的找到確實的原因也比較難 唯一我們希望的比較 切實有效的方法是 接下來 你有沒有可能遇到一個真正的好人 對 能夠幫你修補之前的傷痛 對 並且幫助你成長 對 是吧 所以希望今天 小玲玲 能夠在我們的現場 收穫幸運 所以接下來各位男生 先做出你們的決定 完美告白 為而而來 請做決定 非常完美 非常完美由高端相分喜悟領導品牌 阿道夫 暫停 愛的味道 一輩子不一樣 有三位為你轉身 但按照我們的規定呢 只有兩位擁有告白的權利 所以你現在選擇其中兩位 有一位 沒有告白權利 你的選擇是 12號和13號吧 謝謝4號 有請12號13號 為什麼我會為女嘉賓轉身 因為我感覺女嘉賓 是我喜歡的一種類型 因為我喜歡她 我想把我心裏的話告訴她 有請12號 12號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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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你出來的時候 HELLO HELLO 挺吸引我的 HELLO HELLO 你說你前面兩段感情經歷不太好嗎 HELLO HELLO 我在想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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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可以做出的承诺是 你以后头上的王冠 是一个真正的王冠 然后你愿意跟我走吗 我的女王 当她说了一句话的时候 我一直想你 无道的但是很愉快 首先谢谢你就是 谢谢你跟我说那么多 然后不好意思 我今天来其实就是 有 灭掉的 平静的接受 不奢求 不好意思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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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想了一堆话想跟你说 没事你说 李孟然李孟离 其实我想说 对不起 我不在的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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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刚说了说你是 有目标了 有你喜欢的人了 但是我想说就是 哪怕就是 你不会喜欢我 但是我也想告诉你 你说过你相信一见钟情 你说过你相信一见钟情 其实我 我的 我觉得 我觉得 一见钟情 是 出现在电影里 对 电视剧里的 就直到我遇见你 真的 你刚刚谈到你前 前面两段恋爱的时候 你 你哭了 我 我的眼泪就在眼圈里打转 真的 我觉得我 我特别心疼你 我觉得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你 是我来晚了 我只想 但是在这个台上 我只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 我只想告诉你 我只想告诉你我的感受 对不起 我不在的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真的谢谢你 我今天来真的是为了他来 不好意思 谢谢你 希望他能够保护你 谢谢 我心里没意料到的 但是基本上没有结果 我还是想告诉她 我喜欢她 我还是很感动的 我还是挺感动的 然后 就是 我还是喜欢她 接下来 就是你和她的时间 这么为她来 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吗 我想 就是准备一下 我给她一个惊喜 各位男嘉宾 请转身 我看到舞台上的文书写着我的名字 其实我非常的惊讶 然后有点意外 但是我心里面竟然有一点小小的开心 我看到舞台上的文书写着我的名字 我还没有跟人表白过 所以 放轻松点没关系 所以 所以我有点 有一点紧张 有一点害羞 还有一点不知所措 然后也不 不 不太敢看你 然后 然后 我今天 看到了 易康这本书 为什么为易康准备这个道具呢 是因为 我从一开始 我就慢慢地了解她 然后 知道她的很多故事 知道她的不容易 知道她的经历 她就像一本书一样 让我去读 喜欢她 啊 我可以过去看她吗 现在 可以啊 戴开了 好 那个时候 你的 爸爸妈妈 还有姥姥 送你 走 12岁那年 送你走的时候 然后 真的好可爱 戴着牙套 戴着眼镜 然后 我觉得 在那12岁 我可能是在一个温室里长大的 就是我完全理解不到哈 我想象不到一个12岁的 小朋友 小朋友 然后 去 去上学 我完全想不到 我 其实我看到那个 画的时候 我其实我就已经 控制不住了 就是 因为那个画面 是我 曾经脑海里 无数次出现的一个画面 我怎么说呢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 你的出生并不代表什么 可能会觉得 不要总是把你从农村出生这种事情拿出来去说 我并不像大家说的那么励志 想着说 从小就想着从农村走出来 以后要做出一番事业 在我这个时候 12岁的时候 我根本一点不想去成立 我一点不想去成立 读书 我也不想改变我的人生 我就觉得我在老家 那种生活每天 无忧无虑的 我很开心 我记得那时候很清楚 我们这个车是从我家门口开走的 我外婆 今天刚过世 今天我外婆过世的时候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 就是老人走了之后 可能要抬着她的 就是从门口一直走 走上送上山 走到我妈 当时 抬到我家门口的时候 我妈对着门说了 也觉得说 她对着 她跟我外婆说说奶的 她说妈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 在这边送小高上车呢 她现在有出息了 你怎么走了 我想说无数次 我去成立读书的时候 我去成立读书的时候 别人嘲笑我 其实我真的觉得没什么 无所谓 但我想到我在车里 我见不到我的家人 我没有起来 我只有跟我爸在外面工作 我知道我外婆在家里面想着 我天天在想着我 今年我本来以为 今年我 其实觉得我本来 觉得今年对我来说 挺好的一点 但直到我外婆过世 我每次陪她回家 我会坐在她的床头 然后她会问问我 想说你最近在外面怎么样 她过世的时候 她过世最后 去火花的时候 我抱着她最后的 火花需要时间 我在外面等着 我抱着我外婆的影像 我到时候我就对她说 我说 这孙子不需要 我在外面 我可能 可能在外面 可能生活过得好了一点 但我没想到 等我上家 她的真意就已经胜了 还没来得及 我有一点不知所措 我不知道 我是去拥抱她 还是说给她冰箱子 挺心疼她的 还没来得及 没事 对不起 我不好意思 说我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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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 我知道你很 我们看你很 这个是你当年在上海的时候 一个人在上海的时候 其实看到你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感同身受 因为你现在的这样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也是一个人啊 其实这张照片 其实我想 接下来 这张照片的旁边 还有一个我 发现我和她之间的交通点 就是越来越多 我觉得我跟她还蛮合适的 其实刚才 关键词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想说 因为我感觉你真的跟我 太多地方还相似 被自己的前男友 或者前女友骗钱 我当时 这个时候 是我第一桶金 被前女友骗掉了 它是我真的第一桶金 对我来说 这是我从 我凤包培养出来 这是我证明 我自己的第一桶金 但是 对所以说我们两个 很像 很像嘛 很像 爱我收获的伤 你是我的成长 明天灯有多漫长 再次期望 我的梦 当她把话翻到第三页的时候 其实我 就一眼地看出来 这是我在这个舞台上的一个成长 也是我 今年一年以来的成长 当时看完之后 其实感触很大的 因为我觉得 就像是 纵完了我第一年 我 所有的成长 我期盼着毕业 我期盼着毕业 期盼着有更多的时间 去工作 去赚钱 我成为了一名 彻彻底底的户票 我知道 这一次 我不能再忙 这个呢 是 这是你 第一次来 但是我说到这个 其实我刚才 你有说嘛 说你很自卑 对啊 我刚来的时候 也很自卑 大家都感觉 都很帅啊 或者有一技之长 或怎么样 可能家庭条件 或怎么样 各方各面 我都觉得 别人都比我好 但是 你就是最棒的 你当时说 你说你 相信一见钟情 这是我在舞台上跳舞 这个是我的演讲 这个 这个我要说 你看在好多嘉宾 牵手成功 走的时候的样子 我今天来 就是想带你走的 这就是我在非常完美 认识他的一个过程 我真的觉得 女嘉宾真的非常非常的用心 你能等我 一下下吗 可以 你能掀开最后一页吗 可以 小月的星星 每一年 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 给你穿的前行 一凌晨十二点 最后一页 我希望 写的是 以后我们的古 我 想做 你的小仙女 你愿意做我的 斑马王子吗 跟他表白的时候 我是非常肯定的 因为我也不知道 他会不会跟我走 然后很紧张 不知所措 不知道 他会不会接受我 我多喜欢你 每一天 每一年 你一直都住在我心里 我看这本书 de la 我看这本书的 没有 我还不够 我不再玩 一年不只有一个冬天感同身受 因为 你现在的这样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今天来 就是想带你走的 看他站在那里 然后我发现我好像真的行动了 他之前吐的稀里哗啦 后来呢 在台上 我跟苏老师说 这两个人就开始打情骂俏起来了 我觉得信任就是 你在一个人面前可以掉眼泪 可能两个心里都受过伤的孩子在一起 会更懂得呵护彼此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幅画面 我觉得特别美好 特别有恋爱的感觉 一定要好好谈恋爱 谢谢 祝福你们 谢谢 其实我真的有想过说 如果我牵手那天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我心里面想过很多 但是我真的发现 我到了这刻 到了台上之后 我发现我平时在台下挺能说的 但我这一刻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 我想 在这里我们祝福尹康 莫林要幸福 哇 要幸福了 好 短片了解一下女嘉宾的资料 超模猪虹气场全开 已到现场竞争和夸断 面对品味相同的徐齿 和这句相同的僵制药 猪虹难以抉择 最终这场鞋头像量 谁能把你逃出 用一句话形容你理想中的呢 我喜欢愿意跟我一起挑战世界的男生 恭喜猪虹撤离过关 欢迎猪虹来到完美现场 哈喽大家好 我是朱宏 我今年二十五岁来自台北 我平常的工作是一名模特儿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想要找到一个可以跟我说走就走的人 我们来看看人哥举手了十三号 我看到他气质我就想到了徐齿 跟我大哥的气质特别大 你就觉得这应该是徐齿旁边女人的感觉是吗 是吗 我讲过说他喜欢的类型 那这样徐齿你上来走一段吧 你们今天穿的也挺搭的 是因为都穿黑色吗 名字也很好 朱宏徐齿挺好 诶 啊两位 哇 就感觉我们的位置 就那些小小鹿乱撞 有点紧张 走的这么相近如宾是吧 9号 我发现他们俩 两个有不自然的一个默契 我发现他们鞋子都是一样的颜色 真的 都是墨绿色 真的呢 行李鞋都穿上了 要不要这样啊 真是的 他们的裤子也是这种 你没发现你的裤子颜色也蛮接近的吗 也是灰的 你说你说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世界体验没看 对就是有拍过一些杂志 拍过什么样的杂志呢 我们有图片为证 有的 看一下 这感觉怎么样 静总 真不错 就那种就是超A级模特儿是吧 呃我们讲超模 超模 对 对 那种高级脸的感觉就是 高级脸的感觉 那种大眼皮 然后小鼻梁 然后 傲造型特别有感觉的那种 像杜鹃 谢谢 我很喜欢杜鹃 谢谢 3号也要夸是吧 他就是 典型的那种 现在流行圈很 喜欢冷漠脸 冷漠脸 对但是他我看女嘉宾笑起来的时候又非常的给人感觉很温柔很可爱 所以这反插萌真的让我觉得就是 呃我的确是不笑的时候常常被以为很凶 所以我就是常被朋友鼓励说你真的要多笑 各位都极几个赞美之能是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你带来的是互动还是 呃我今天带来的是互动 是什么呢 呃因为我自己平常的工作就是拍照嘛 所以我今天想要邀请三位男嘉宾来跟我一起玩拍照五连拍 呃7号 我觉得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稳重的人 嗯我觉得6号的同学感觉好像很会卖衣服 我觉得13号同学可以来挑战一下超模 13号挑战超模 我觉得我气质也挺合适 哈哈哈哈 好的来有请三位 接下来的互动 男嘉宾配合女嘉宾拍照摆动作 看谁配合最默契 普通人 来第一张 第三张 果然够普通 观光客照片他做的动作就特别想要 我真的就是个普通人在他面前的时候 好谢谢 接下来 编箱来 第一张 好第二张 这个 第三张 第三张 第四张 第四张 最后一集是超模 第一张 第二张 第二张 第三张 好谢谢 我发现他在你旁边都显得高级起来了 好了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天你的心动和不心动会是谁 很期待哦 好 你要喜欢吗现在 我觉得因为我自己对感情的态度是我很希望可以多认识不同风格的人 然后我也想要给就是各种人机会也不想要特别局限主罪我选择不选好 那不心动现在有没有 有 谁 呃十一号 汪种对不好意思汪种可以问一下原因吗 呃因为我刚刚第一眼注意到你我觉得你的衣服很花俏 好那我脱掉 好 对接下来我们通过关键星期了解一下 哦 舍得掉 其实是我自己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因为我是希望我的生活上的东西就是越简单越干净越好 所以其实我非常喜欢丢东西 就是坚持着一种断舍离的主意 你没有任何理由你就是包括你可能朋友送你的东西 你不喜欢你都可能会送给别人或者是丢掉吗 基本上我朋友如果送我礼物的话 我会希望他们送就是知道我喜欢或是真的用得到的东西 但如果是送我真的用不到的话 我真的宁可把它送给需要的人 你刚刚想要送礼物我也是会这样 就是如果我朋友送我礼物的话 那我也会 因为我当然不可能跟他说我们要什么 但是我意思说如果这个礼物不是适合我的 我就跟他说你要不要留着 因为因为朋友也知道我是比较务实的人 所以我讲说你要不要就留着 因为你会买代表你可能喜欢 所以你要不要留着 所以你这个想法我觉得蛮贴近 对就是这个跟我蛮接近的 因为我也是会跟朋友这样说的人 8号 我想问一下看得出 这件事情其实是在讲说 就是在一个KTV的包厢里面 可以看出人的性格 就有点说是酒品见人品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好奇 就是在座的男嘉宾 我看到有人笑了 就是通常你们都是怎么样的人 来 想听听谁的推荐先 我想听9号的 如果互相推荐的话 我选于韦伯吧 我觉得他应该是强制分享型 他难道不是带动全场型 而是强制分享型 因为我觉得我是带动全场型 于韦伯强制分享了什么东西 就是话音还没落 总是第一个举手 然后就是想分享 来6号 你到了你复仇的时候 你觉得DJ什么型 我觉得DJ是一个 正常的孤方自场型 但是他刚刚说他是带动全场型 对呀 年纪大嘛给他面子 哈哈哈哈 13号 咱们里面有一个人 嗯 买单型 那个 徐迟 我大哥属于是买单型 一般出去玩 一般我都会买单 我发现李孟然啊 你基本上你都是在帮徐迟说话的 主要是徐迟 刚刚敲开我们俩私下说 他说他挺喜欢那个 你家编的 哇 你能在一起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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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人 你说不出了什么好 可就是谁也 替代不了 这也许就是一种 感觉你会是一个比较利落的一个 很利落的 就写观众故事 我觉得我有接收到那个 其实很深层的 因为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就女嘉宾 刚刚我提到一个字啊 就 酒品好的 人品应该 哦对 酒品看出人品 就能说这句话的 我觉得你应该也多多少少能喝一点 哦 还好 如果这样啊 如果用大字的啤酒能不能喝纸瓶 可能 十瓶以上吧 哇 十瓶 对 那那那挺好 挺上的啊 哈哈 十一号 王总 我觉得我们家镜总是那种卖一八型的 你怎么会扯上镜总了呢 因为我和镜总一个房间 啊 他不管是洗澡玩手机还是穿衣服 每天对着镜子要照两个小时 然后一直唱歌一直唱一直唱 对着镜子照两个小时 然后就穿他的西装 然后照相 然后唱歌 然后我肚子咋了 然后就开始唱起来了 然后就全是镜子 他这两天都在唱什么歌呀 魔鬼中的天使 王总就是说这个两岸有点夸张了 但是就是唱歌我还是比较爱唱的 爱唱 因为我说话都这么难听了 唱歌就得好听一点了 那你唱两句 那我唱高潮部分了啊 哈哈哈哈 你是魔鬼中的天 哎 怎么没伴奏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所以送我薪水的方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像啥意见带口言吗 带口言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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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呃进种你这个调是降了几个几个调啊 我主要可是坐有点擦气 你可以站起来唱对不对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 所以说我薪水的方式 怎么还差劲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太晚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就有点感到还有什么 作家 作家 对我想问一下做得到 做得到这件事情是我的感情观 就是我特别注重两个人相处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是一定要做的非常重要 那就是每个 两个人每天一定要坐下来 好好吃一顿饭 因为我觉得在谈恋爱的时候 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两个人坐下来一起吃饭 不一定要吃什么很贵的餐厅 或者是什么 就是路边摊也可以 我觉得是我非常向往的生活 但从来没有做到过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事情啊 对 好 几号 我之前就是有 跟就是女朋友约好要吃饭 可是因为那天就是 我们约的是连续假期的第一天 所以我就塞车了 然后可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塞得特别的夸张 想说旁边刚好有一个 有一个站口 那我就想说 我就直接把车停到路边 我就直接跑得下去 去坐前运 然后去跟他吃这顿饭 我以为你刚刚说你一下车 然后跑过去 不可能太远 太远 我也是很重视像吃饭这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 因为如果换作是我的话 我也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对 我可能会为了吃饭 我搞不好就跑过去了 哇 对 哇 厉害 好厉害 好厉害 看法跟想法跟做 像 然后心里就开始觉得 诶 这女生其实我们蛮适合的 接下来男生们做出你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爱爱来 齐胜者 上抖音看视频 获取爱情成功密集 让你牵手一周人 本节目有抖音短视频 特别赞助播出 一会儿 不出色料 火人 啊 诶 我妈想你 我妈想你 因为我喜欢她 因为我喜欢一个人 我会直接地告诉他我喜欢 所以我一定要转身上去跟他跑 哈喽 哈喽 我叫徐迟 你好 我是朱虹 我觉得 从名字上我们觉得 我觉得这两个字都挺好挺的 徐迟 因为我平时也是一个 比较干脆的人 去旅行啊 画干嘛的 都是 比较轻松的 然后带一两件衣服 一双鞋子 就 就走 我自己也是这样 就我特别干脆直爽 我刚刚听到你有说 那个 就自己的东西 搬家画干嘛 会 送给朋友的东西 因为我每次搬家 我至少要砍 一半以上的东西 以前我在读大学的时候 我有个学生会的一个朋友 他就专门 收这些你不要的衣服 带出来一些生活用品 然后捐给那些 山区的人 就我有很多衣服 我都会 打包好给他 每次搬家 我都至少一半东西都没有 就很少的 就一车 我自己开个车 一车就拉回去 对 我也是这样子 我搬家特别快 比较力所的一个人 还有一个就说你喜欢 说走就走 对 如果你哪一天说想去干嘛 那我一定会陪着 因为我也是一个 就刚刚跟你走那个台的时候 走的时候感觉有那种 突然心动的感觉 想说的话一下子转望着 这心里很紧张 就感觉 哎呀 好奇妙的感觉 讲的我都害羞了 打影品 没听着心肯达 是吗 没确定 没确定 但是我错信说 要去看她的打影品的时候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 我整个打影品 我就想看她的 所以我都很好看 看出来很淡 他慢慢一背我头发 起来怎么办 就是我刚刚开始看到你的时候 我也没有发现 你穿绿色的鞋子 就是他们这样 我才发现 其实我觉得还蛮巧的 对 因为我自己平常 穿衣服就是都很简单 然后我也很喜欢 穿男生的衣服 像我这件外套就是男装 颜色可能也都很素 然后也会喜欢穿一些 就是舒服为主的衣服 不会穿太滑翘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你其实跟我挺像的 我想问你哦 那你平时有来内地工作吗 我一直都在北京工作 其实 一直在北京工作 对 我都在北京 那我可以 我也可以搬到北京 哇 其实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就是我有心动的感觉 你愿意跟我走吗 是不是不愿意 我 如果不愿意的话 那我跟你走吧 那我跟你走 我觉得我有接收到那个 就是很真诚的诚意 所以其实我心里是很开心的 当时徐迟一直保持一个鞠躬伸手的姿势 然后其实我那个时候心里特别挣扎 因为我知道他是认真的 但是我又不 我又不好意思 很直接地拒绝他 因为我说了没有说出过 但我就用我的行动来证明我想说的 就我想跟他走 让我想一下 我想要先听完另外一位的想法 就我不想等 我想他立刻把我牵下去 就他还想听另外一个男生告白的时候 我觉得他心里肯定是犹豫的 就有一点点难过了 我的确就是感觉得出来他很真诚 但是我心里还没有办法做决定 所以我就想要再想一想 你好 女嘉宾你好 我叫江志耀 其实我刚从这个访谈里面 都有去注意到说很多小细节 虽然说我没有对你有很多话 我有发现到说就是我们的 不管很多的想法 然后甚至很多生活习惯 都是很相似的 因为我自己就是抱着 断舍离的态度在生活 然后我希望生活的东西越精简越好 我觉得哇 就难得我遇到一个 跟我一样有这种习惯的人 我觉得生活两个人在一起 不用什么轰轰烈烈 我觉得应该是生活习惯相近 是最重要的 不过因为我的个性都是 如果我跟就是另一半在一起的时候 我都是会把他待在身边的 就像你刚刚讲到去唱歌的时候 我都会把他待在我的身边 然后让他变成跟我的朋友会是好朋友 就是我的生活中有他 他的生活中有我 那即使可能我们白天各忙各的 可能一个简讯甚至可能没有简讯 但是我们一定会见面吃一顿饭 哪怕是只是个宵夜或者是去个夜市 去吃东西 我觉得都可以去跟彼此讲一下今天发生的经过 我觉得那其实就是很甜蜜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很接近 来到《非美来》我是第一次上台告白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珍贵的第一次告白就献给你 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一次你就跟我走 然后我也希望在这一次 你就跟我走 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实在太想 我顾不及待想要告诉他我们发生这些事情 让他知道我们有多想象 其实我平常不会这么慌张的 但是现在突然不知道怎么办 我觉得很开心 因为我是很喜欢就是跟男朋友 互相分享彼此的生活圈 怎么说呢 就是其实我平常是一个特别干脆直爽的人 然后我做决定很快 但是 但是我现在觉得有一点犹豫 这样子吧 就是我可以帮你做个 那因为现场之后 我跟许迟两个人 那 那我可以建议你来到这边吗 嗯 我们如果都坐回去位置上 那 由你来决定 就是你要把谁转走 你要把谁牵走 把这最重要最后的决定权交给女嘉宾 他最后把选择权交给我 我觉得很尊重我 然后也给我很好的方式去思考自己要什么 如果你喜欢谁你就把谁牵走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可以的话 你刚好讲到说你喜欢缩走就走 我现在就可以跟你缩走就走 选择吧 反正你偷走了我的影子 在哪里我都会想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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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现在就在我们现场的某一个角落了 对吗 是的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我想麻烦所有的男嘉宾能挨个地念出你们手上信封上面写的文字吗 我们今天从15号开始好不好 写的是不吃番茄 有高度进食 喜欢穿裙子的女生 不喝牛奶 手机离不开手 钟爱白色 饺子一定要蘸 饺子一定要蘸辣辣椒吃 出门一定会迟到 把汽水当水来喝 认识的 笑点滴 卖吧 怕热闹 皮肤易过敏 爱看侦探小说 听起来应该是描述某一个男嘉宾的一些特质 所以他们已经都念完了 然后接下来要怎么办呢 我想请在场觉得你符合这上面15个条件的三位男嘉宾吧 然后到舞台上来 反正就自我感觉吧 如果觉得跟这15个当中的绝大部分有重叠的 请站到台上来 我们的比例是三个 好 现在已经有两个了 还差一个 来了 现在有三个人都来了 好 那现在有三个人已经到台上了 接下来呢 我想听三位挨个的说一下你们的兴趣爱好 好的 来 我兴趣爱好喜欢唱歌 喜欢六猫 我的兴趣爱好喜欢唱歌工作 我的兴趣爱好 我喜欢跑步 还有玩游戏 嗯 谢谢一号和二号男嘉宾 然后我要找的人不是你们 哦 听到那15个习惯的时候我就已经感觉哎怎么好像真的是在说我 嗯 现在有一个人 刘家晴 我们认识15年了 是吧 是 所以我现在选择站到这个舞台上来见你 是 算你别闹了我 一直把你当我很好的朋友的 我 我 但是我不管今天怎么说我想对我自己的心有一个交代 因为我不想我自己的人生里面有任何遗憾 所以 我真的很怕以后这样会尴尬啊 如果你不出来的话 我就当这是没发生过 然后我就 我回去我回去做好了 嗯 你别走啊 你别走啊 就是 嗯 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普通的朋友了 已经是 就是朋友与商量人为马 我试图过中间有想控制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 但是 每次 每次放学了都会在那里去 然后 你会送我一个大满罐 就是所有奶茶里面所有东西都有 然后那个时候觉得最幸福 每天最开心的就是跟你喝奶茶 我翻开第一张照片的时候 其实初中15年前的很多回忆就回荡在脑子里 它其实就很阳光 很多事情都不往心里去 然后 也很大方 然后这个 我看了 你估计也不会记得这是什么了 因为 这是一张 当时你可能不记得 有一年我失恋了 然后你让我去 杭州找你过生 你说你给我过生日 然后到你家的时候 我就坐在那玩手机打游戏 你问我吃水果吗 我说你消好了 我就吃 但是我知道你很懒 这种事情一般都不可能为我做 然后我就继续玩手机 结果玩着玩着 你就端来这一碗 水果 当时 我都 我记得我发过一个朋友圈 因为我觉得 对很难得 然后也很窝心 那个生日我也过得很开心 然后 这张 这是你的生日的时候 我不远万里飞到曼谷去陪你过生 然后那次也觉得特别有意义 因为 虽然你的生日是圣诞节 很多人都只记得那天是圣诞节 然后那一次 我也答应过你 余生不过圣诞节 只过你生日 因为你比圣诞节重要 这个你应该不会记得 因为当时我去奈良的时候 看到小鹿 我想你之前也在那待过 然后就很开心地给你打电话 结果你说你心情不好 那个时候我对你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喜欢的女生 没有我对你好 那以后不要再谈恋爱了 对吧 这张 这张应该是会很有意义 因为这张是我们十年前的第一张合照 那个时候刚刚就很傻 就感觉有点中啊 因为那个时候是节拍的 有点傻 这个是近期的 你应该记忆悠心 对 我记得那次 就是帮一个朋友拍照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的十五年了 不知不觉都过了十五年了 有没有觉得很感慨 我现在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看到 哇 都已经那么久了吗 其实当我看到那六张照片的时候 我才发觉 原来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 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时间 那么多的岁月 我觉得不仅仅是这六张照片 可以表达出来全部的东西的 十年中很多朋友其实都走散了 有很多朋友可能你已经见他 是这辈子最后一次见他了 但是我们这十年走过来都彼此的陪伴了对方 也没有离开对方 然后那瞬间觉得太不容易了 就能有这样一个人一直陪伴自己 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对 这十五年我就感觉 经历了这么多 你一直其实是我一个坚强的后盾 不管我当时有没有谈朋友 或者是在工作 或者是在学习上面 有没有任何的不满 哪怕你不在的那几年 在美国那几年 我记得有一次过节我一个人 你跟我打了几个小时的语音 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一点都不孤单 所以我不想对不起我自己 所以我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个门现在我为你打 是以前为你打开的一半 另一半我准备今天为你打开 上面有个东西帮我取下来好不好 这是一把钥匙 代表可以打开我新门的钥匙 我现在交给你 但是我想带走那个喝汽水当水喝 那个从来都爱迟到 那个手机总不离手 那个笑点低 怕热闹 的刘佳琪 跟我回成都好吗 我不想有遗憾 因为遗憾这个东西会伴随你一辈子 你一辈子都会去反复的思考 你当初如果做到那个决定 是不是结局就不一样了 说不一定结局就是我想要的那一张 当他一张一张把照片翻给我看 然后跟我讲他记得的每一件小事 我觉得好像勾起了我很多 我埋在内心深处的东西 其实我可能自己也没有去发觉到 很多幸运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地亲密 慢慢聊自己 慢慢和你都在一起 慢慢我想配合你 慢慢把我给你 慢慢喜欢你 慢慢地回忆 慢慢地陪你 慢慢地老实 因为慢慢是个最好 虽然有想过最坏的结局 可能到最后连朋友都没得走 就可能我的生活里会 失去一个坚强的后盾 但是还是觉得 不想有遗憾 我还为你准备了一个 我一直没法开口对你说的一些话 但是我录的是一段VCR 我今天坐在这里有一次说出这番话 是因为我的人生我不想有任何的遗憾 柴要约25日是你的生日 别人都在过圣诞节 但是那天对于我来说只是你的生日 所以说我送你的从来都不是圣诞节礼物 而是你的生日礼物 你去美国的那六年里我们常常视频与音通话联系 我常常第一句话都会问你说 你过得好吗 回来自己的时候也是 我常常也会问你说你过得好吗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你过得好吗 已经变成了我喜欢你 之前我失恋你安慰我说 如果三十岁 你未娶我未嫁 我们就在一起 你的安慰逐渐变成了我美好的憧憬 从此我心里多了一个秘密 那就是喜欢你 那我今天能站在这个舞台上跟你表白就这些了 刚刚看了真的不知道原来你还记得这么多事情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在意细节的人 就是很多小季节一直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 发现离不开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请你慢慢聊天 其实我其实好像这么多年也慢慢习惯了你的存在吧 就好像遇到什么事 还是第一时间想跟你分享 然后感觉就不管什么事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爱情还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办法当着我的面告诉我你喜欢我的话 那我来说吧 我喜欢你 你认识他多久了 15年刚刚有说到 因为我们是初中同学 然后就他出国的时候 我们也一直一直都有联系 一直都保持联系 然后他每次回来 第一个就是找我出来玩 其实我很宅的 我想打游戏 然后他每次就是逼我 可以逼我出来说 你是不是不出来 不出来以后咱们就不见了 然后我就我给他的备注都是全世界最不能拒绝的一个人 按照你刚刚这些所有照片的这种表述 其实 其实晨曦已经在心中已经注入蛮久了 对吗 就对他所有的感觉 对 但佳琪其实并没有 就是我还是说 以我对他了解他就是神经太大条了 他 不然的话我没有勇气上来跟他说这些 我觉得他应该要自己去意识一些东西吧 因为你不提醒他 他就天天都不会往那想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是觉得他也是有的 对 但是我一般其实不做把握超就低于50%的事 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应该你会被拒绝你根本不会来的 对 总之很羡慕耶 真的真的很羡慕 我觉得刚刚在说的时候 因为 真最真挚的东西总是非常打动人 尤其我们这些男生 他们其实感受真挚这件事情可能比我还要敏感 所以我只想说 呃 佳琪你就在等待这一刻吗 嗯 虽然 我没有想到 但是 是他的话 我愿意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归正位曲《非常完美》 我们下期同一曲今天再见 谢谢大家 我还以后会见你了 我拎了你的胃 和你飘着过头 一路只相悲 和你看着彼此 就非常完美 和你慢慢变老 就非常完美 只有你让我独自傻笑 独自掉眼泪 让我十颗牵挂 十颗我相配 只有你笑起最长微强 笑起来最美 你让我感到和你 最长完美 用爱长相青春 对不起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